蔡立鹏是伊犁晚报社编辑部副主任 除了本职工作 她还热爱美食 喜欢摄影 经常背着照相机四处采风 最近一年 她在报社的微信平台上开辟了美食专栏 将自己寻到的美食与读者分享 采风结束后 蔡立鹏去采购家庭聚会的食材 在市场上 她很意外地买到了刚刚上市的伊犁和鲤鱼 现在我们伊犁和鲤鱼 是在一定阶段是进步的 是不让捞的 但是有时候你运气好的时候 在不限制的时候也可以碰到 卖回来可以品尝一下 但是你品尝也不是有这样的 几乎你想做没有这个原料 但是这种美味 它就跟咱们吃鲤鸡 鲤鸭一样 它是原生态的东西 回家的路上 蔡立鹏专门去了趟烤包子店 在美食专栏里 他曾推荐过这家让他欲罢不能的 一把抓烤包子 一把抓是新疆传统名吃烤包子的一种 一把抓的包制过程非常快捷 用一只手一抓就将皮和馅捏合在了一起 和普通的烤包子相比 一把抓的馅料剁得要更加精细些 烤出来的包子也更酥 更脆 更香 是伊犁的地方特色 烤包子它非常好吃 它确实也是外交罹难 但实际上我都在写一种 把它和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现在人当下这种紧张的 激烈的这种生活 作为一个联系 就是我们的很多人生 其实现在也是过得外交罹难 就是通过这种一种食物的 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来拉动自己内心的一个关键词 他们可能对碰出来一种 比较引起很多人 不明的一种情感吧 打好平心 为什么不明的 你把それ取得了 缓车是肥狗的 我ję不定了 连出来的 想要是 解决 弓上 闻 由 農 pointless ο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饭后 按照老习惯 蔡立鹏又背着相机来到伊犁河边 这里的夕阳是他永远也拍不够的画面 霍伊图尔汉 哈萨克族人 今年45岁 已经在特克斯县麻场牧业学校工作了27年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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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伊图尔达克中煮熟 是哈萨克族肉菜煮食同坐的代表 除了女儿 霍伊图尔汉的弟媳妇也在学校工作 霍伊图尔汉还把自己的小儿子也送到了师范学校读书 他舍不得自己几乎工作了一辈子的学校 能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 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教师节一过 中秋节就不圆了 在霍汉京与叫做何 gap 在霍丞县 无论一家子 一年一路的盲节工作 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一家支主卢赵刚 今年63岁 卢赵刚本人在霍城土生土长 做过老师政府公务员 退休以后在家帮妻子做月饼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 把家里的几个烤炉升起火来 这些烤炉从祖辈传下来 是典型的俄罗斯技艺 只有卢赵刚能掌握好火候 我爸爸他们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 就是延续了很多的俄罗斯的 这种风俗生活习惯 所以到现在 我们的月饼制作的果酱 包括我们的烤炉 都是沿用了俄罗斯的 这种饮食上的一些东西 所以也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一种特色 炉家月饼 很快因为选料好 纯手工口味独特 成为祸城的一张名片 炉静今年35岁 每年做月饼的季节都会来给父母帮忙 炉静觉得能在最忙的时候 帮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就是他对父母最好的孝敬 我觉得他们也确实特别辛苦 他们早上七点钟起床 晚上一点钟 有的时候两点钟 天渐渐黑下来 炉静招呼大家吃完晚饭后 炉照刚还要忙着准备第二天要用的原料 花生要一粒粒选出来 芝麻要剪得干干净净 瓜子仁也要亮得清清爽爽 所谓纯手工 讲究的不只是传统工艺古法制作 更有普通劳动者 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无比尊重 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中秋节终于到了 童阴庆夫妇起了个大枣 收拾打扫磨刀祸祸 准备今晚的中秋家宴 中秋节是西伯族的重要节日 铜音庆选择在今天制作西伯族传统盛宴 全阳席 西伯族人称全阳席为木耳雪客 以为盛在碗里的菜肴 这是西伯族饮食文化中的典型代表 菜品几乎用到羊身上 包括心 肝 肺 肠 肚 肚 即羊舌 羊眼 羊耳 羊蹄 羊血等所有部位 全羊席共22道菜品 由于工序繁多 工艺复杂 现在查布查尔真正能做西伯族全阳席的人 已经很少了 我爸爸的那个衣服 他是大厨师 从那个小学来的可能是 然后我就学会 他老了不能走了嘛 我就旁边看着看着 给我给他帮忙就学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布拉草原位于伊利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境内 高山 河谷 草原 雪山的地理特点 造就了这里植物的多样性 其中山花植物达到一百多种 唐布拉因此也被称为塞外密库 是新疆是新疆的黑风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区 新疆黑风是独特的品种 这种蜜蜂体型大 体质好 体能强 可以采集到海拔一千八百米到两千五百米 天山深处的无污染山花粉 也能在零下三十摄氏度以下的寒冬里安全越冬 而能保证蜜蜂们安全过冬的重要流程 就是蜂农们此刻正在进行的秋帆工作 养蜂的一年之计在于秋 秋帆是否做得好 关系到蜂群的强壮和来年丰收 刘湘从二十多年前嫁给刘彩蓉开始 就跟着婆家人学习养蜂 每年从山花开放到秋帆结束 刘湘和丈夫几乎有大半年都生活在山里 她从婆婆那里学了一手好厨艺 一来二去竟远近闻名 曾有乡邻在下着大雪的冬天 步行七八公里专门去山里吃她做的蜂蜜鸡 刚刚烧热的油里直接倒入蜂蜜 熬到红棕色时 倒入肌肉 蜂蜜在这里起到的 实际上就是上色的作用 刘湘用这种方法 还能制作蜂蜜鸭 蜂蜜排骨等菜料 刘湘和刘彩蓉靠着养蜂 养大三个女儿 如今孩子们都去了城里工作上学 夫妻俩仍然守在这片草原上 守着自己的黑风 我们蜜蜂我觉得对我们家人像 假如我们看风把它碰压死一个 我们还挺心疼的 尼勒克 民风淳朴 谁家做好吃的都会请周围的邻居来吃 伴着一桌香甜的美味 养蜂人的秋天 终于也要在风餐露宿的新奇劳作中 悄悄过去 蜜蜂勤劳 人也得要勤劳一点 伯乐市是伯尔塔拉这个银色草原的核心 历史上在这里生活的人换过无数差 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却没有太大的改变 一直到今天 顶居的牧民们依然豪爽 乐观 热爱歌唱 而惊喜却悄然出现在这片图 这片图是伯尔塔拉 蒙古自治州 伯乐市贝林哈尔莫东乡 夏热乐金村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片图 中国西部的一个小村庄 会出现近乎三百里汗淡发荷花的美景 而实现这个美景的就是48岁的王燕林 王燕林是土生土长的贝林哈尔莫东乡人 受父亲影响 他从小就喜欢荷花 十四年前 王燕林放弃了朝市晚八的工作 找了一块地方开始种荷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木材料是根本来传续中一年 那些木材料是靡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当地被称为草原之子 最近为准备自己的第二张专辑 他总是气躁贪黑地忙碌着 狼哥的儿子飞如今年十八岁 三年前开始和朋友们一起玩音乐 从说唱《摇滚》到后来自己作词作曲写民谣 最近这两年他在乐队里加入了民族乐器 琢磨着怎么把草原元素融进歌曲 自从我写歌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就是我一写新歌 我就会用手机录音机录下来发给我爸 然后他会他会听 我会把歌词也发给他 我爸总会一种 他不会烦 他会耐心地给我讲解这方会怎么样 这方该怎么样 这歌词该怎么修改 非如难得从学校回家一趟 当父亲的要在儿子面前露一手 囊丁炒肉在新疆是一道常见的家常美食 每家每户的做法大都相同 但调味却各有特色 都是依照家人的喜好来调配 小时候 郎哥最爱吃母亲做的囊丁炒肉 现在非如最爱吃的是父亲做的这道 宫宝鸡丁 在郎哥与非如之间 如此亲密的二人世界并不常见 现在非如走上了与父亲一样的音乐之路 因此在父子俩的感情中 多了很多可以交流的 共同语言 怎么样 也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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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也是新疆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伯州下辖的金河县 民族风情浓郁丰厚 趁着暑假最后一周 金河县小学的蒙古族音乐老师达朝鲁蒙 带着几个学生早早出发 去拜访自己的老师道尔吉 道尔吉是金河县长调协会会长 他经常在山里招待这些来学习长调的小客人 草原上的中午 道尔吉和好友巴阿拉 未来学习长调的孩子们 准备了一道特别的美食 石头焖肉 按照蒙古族的习惯 新鲜宰杀的羊羔肉要铺在羊皮上分割 河边捡来的鹅卵石需要晒干后 再放进柴火里烧红 以防加热后石头中的水汽渗出 影响肉的口感 这种特制的驴筒是巴阿拉多年前在蒙古国旅游时发现的 把分割成小块的羊肉一层层铺在桶里 铺一层羊肉 撒一层盐 再放入几块烧热的石头 鲜嫩的羊肉碰到滚烫的石头 发出丝丝的声音 香味随之溢出 同样在今天选择出门的还有家住柏勒市的江湖 他要回趟老家温泉县 温泉县距离柏勒市89公里 因县内多温泉而得名 在蒙古渔县里温泉县有名伯格达尔 意思是神山的背后 江湖是土生土长的温泉县人 虽然上了年纪的他 随儿女到柏勒市定居了 去人会经常回家乡看看 也不在乡 这个人会在乡 这些没有人会经常回家乡 这些人会经常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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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我们去乡 这些人会经常回家乡 在乡红尔县里面 江姑四岁开始唱歌 天生有副好嗓子 十七岁时 她在温泉县 组建了一支乌兰木齐 是活跃在草原萌社 和蒙古包之间的 红色文化宣传队 乌兰木齐 蒙古语 以为红色的嫩牙 到今年 江姑的乌兰木齐 仍然活跃在牧场中 表演了整整五十年 这次江姑专门回到温泉县 就是和团友们商量 庆祝温泉县乌兰木齐 成立五十周年的演出事宜 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就七个人 从乌兰木齐电视台过来的 波罗沟团过来的 完了以后 学会想找了一两个 就是七个人 刚开始清理的时候 这是我们这个 周总理啊 亲自把它这个 批下来的 这个五十年过去了 现在是第一代 丢得人了 温泉县乌兰木齐 艺人们的午饭 有江姑带着女人们 为大家忙活 这里的蒙古族 吃得最多的主食 就是面条 羊肉切小块 要冷水下锅 与西红柿 土豆 青椒等蔬菜 一起煮熟 最后放入面条 蒙古族的面条 只需少许盐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放 味道也很鲜美 一起吃饭的艺人们 大多是与江姑 在草原牧场上 演出了几十年的老伙计 虽然现在江姑已经定居在伯乐 但大家好像从来也没有分离过 一餐饭 一首歌 都是满满的会议 除了蒙古族和汉族 哈萨克族也是伯州的主要民族之一 目前伯州的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牧区 很多哈萨克族人还保持着半游牧 半定居的生活方式 在伯乐市达勒特镇 有一个哈勒瓷绣合作社 社长爱山鼓励 带着一群哈萨克族女人 经过学习和培训 从家庭主妇变成了专业绣娘 除了带领大家学习刺绣 有大批订单需要集体完成的时候 爱山鼓励还要负责准备午饭 塔帕囊是哈萨克族特有的一种面食 用发酵的面团做成 游牧民族流动性大 无法使用囊坑 哈萨克族人的囊一般都在塔帕中烤制 塔帕 哈萨克语平底锅的意思 人们把两个塔帕扣起来 放入燃烧的牛粪中 这样烤出来的囊表皮金黄 香气扑鼻 最让爱山鼓励引以为傲的 是自己做萨奇马的手艺 这种源于满足的特色食品 如今已成为很多民族餐桌上的必备甜点 和面时加入大量的鸡蛋 把面团擀成面皮 再切成面条 鸡蛋中的蛋白质 让面条在油炸后 可以形成松软的口感 用白砂糖熬出糖浆 放入炸好的面条 搅拌均匀 出锅前 在涂过油的盘子里 撒上柴针糖 趁热压入面条 冷却后切块 爱山鼓励做的萨奇马 甜而不腻入口即化 这门授意 是他看了别人的制作 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很受家人和朋友的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饭后 趁着天色还早 狼哥和飞如一起 到塞里姆湖边坐坐 狼哥从小生活在牧民家庭 山水与草场 牧羊人与骏马 都是他永远也割舍不下的乡情 而这一切 飞如直到逐渐长大成人 才开始慢慢懂得 父子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但对于这对 正在各自人生路上 奋力拼搏的哈萨克族音乐父子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在达勒特镇忙完合作社的事儿 爱山古丽又开始进行她的另一项日常工作了 作为达勒特镇牧业一队的妇女主任 她几乎每天都需要走街串户 与牧民们沟通 38岁的爱山古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身边的姐妹和她一样 过上与祖祖辈辈的哈萨克族女人 所不一样的生活 在巴音阿门村 石头焖肉也出锅了 羊肉在热石头的炙烤下 外皮微焦 肉质鲜嫩 完整地保存了羊肉本身的汤汁 不尽于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羊亭中每年五月开始 在福海景区卖烤鱼 一直到十一黄金粥结束 一个夏天能卖掉十多鱼 所以每年冬天来临之前 它要抓紧时间晾晒足够的鱼杆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吉姆乃县吉姆乃镇萨尔乌冷村 天色到早上八点多才刚刚放亮 马和沙提斯拉姆收拾停荡 带着儿子汽车出门了 这本是他作为户边缘最普通的一天 但儿子放假在家 他一定要跟着爸爸去看看他的工作 马和沙提斯拉姆今年54岁 父亲是当地牧民 曾经做了二十年义武户边缘 后来吉利邦传到了马和沙提斯拉姆手里 算起来 父子俩在这条边境线巡逻的日子 加起来已经超过五十来年了 十一月的吉姆乃 白天温度也不过三四摄氏度 今天又有要下雨的迹象 妻子阿姨很鼓励 有点担心 她抓紧时间准备着早餐 好让丈夫一回到家就能喝到热奶茶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 马和沙提斯拉姆和父亲一样 每天坚持寻边 来回要走三十公里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在这不间断的五十多年里 父子俩走过的总里程加起来 有五十四万多公里 这样的寻边记录也记了有上百本 在阿勒泰地区 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而哈萨克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一半 哈萨克族人心灵手巧 能工巧匠众多 其中一些专门从事木器加工制作的工匠 被哈萨克族人称为 上万中学后 就开始跟米达利汉埃尔肯做木器 现在已经能帮助父亲完成一些工作了 学校宾室 院长 本来也认为 董事长 Eles 实在另外一个 他 commitments 有贵的 在这流浪里面 不要证明 好吧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孩子都在外面上学 家庭主要收入除了合作社里的哈萨克绣品外 就是巴赫提古里·苏利塔尼亚制作的各种哈萨克奶制品 将鲜奶过滤后倒进大锅里烧开煮熟 然后放入适量的酸牛奶继续加热 慢慢地牛奶自然凝结与乳氢分离 凝结的部分就是奶豆腐 巴赫提古里·苏利塔尼亚把奶豆腐放进纱布里 积出水分 挂在室外 依靠太阳和风继续晾干 把刚出锅的奶豆腐趁热舀出一些来 与酥油混合搅拌 这种叫做阿克拉克的奶制品 也是哈萨克组人餐桌上美味的做餐小吃 今天中午 巴赫提古里·苏利塔尼亚和丈夫的午餐 也是一盘胡尔达克 午饭后 他们又在抓紧时间制作奶酪了 烧开的牛奶中 放有一种从羊肚里取出来的发酵粉 然后慢慢熬干 剩下的即是奶酪 这种奶酪可以说是不提取奶油的酸奶结晶体 50公斤的酸奶只能熬出2公斤奶酪 弥足珍贵 是哈萨克族牧民招待客人的佳品 奶豆腐放置的时间越长就会越硬 但更易于储存和携带 正从草原牧场走向定居的哈萨克族 逐渐改变了游牧的生活方式 但传统的奶制品却从未离开过他们的生活 除了日常的寻编工作 最近十多年 巴赫沙提斯拉姆还担任了吉姆乃侦 萨尔乌勒木叶寄宿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他会定期来到这里 参加学校的爱国主义活动和主题班会 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寻编故事 家里阿姨很鼓励 又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晚餐了 天刚下过雨 他想给丈夫和儿子做点热乎的饭吃 早晨煮下的羊肉现在已经熟透了 这时放入土豆块和胡萝卜块 再煮二十分钟 将肉捞出 下入面条 这种用肉汤煮面 肉面同食的方式 很像传统的哈萨克族美食 那人 马赫沙提斯拉姆觉得 比起当年自己和父亲骑着马寻编 他现在的工作环境已经有很大改善了 这十五公里寻编路 他会一直走下去 天还没全亮 汉德嘎特乡的贝东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最近家里新添了几头小牛犊 这给李连铭的日常劳动又增加了新内容 果园里 陆尚武正在采最后一株海棠树上的果实 汉德嘎特乡 汉德嘎特乡是阿勒泰市唯一的蒙古民族乡 低处中蒙边界 陆尚武和妻子李连铭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十五年 和往年一样 李连铭又要开始准备今年家里最重要的过冬食物 风干羊肉 每年秋季 草原上牛羊最肥美的时候 人们便将牛羊肉切割成宽度相等的小条 刮在阴凉处 在凉爽干燥的秋风中自然风干 一直可以吃到来年冬天 晾好的风干肉十分干硬 通常要在沸水中煮两个多小时才能煮透 ікп 那 那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用右手迅速地揪入汤中 整个动作连贯有力 面不能粘在手上 也不能粘在锅里 最后放入青菜趁热上桌 夏天吃着消暑清喉 冬季吃着暖胃驱寒 塔城的天 蓝得无处觅白云 在塔城随处可见欧亚文化融合的痕迹 快发展慢生活的城市节奏 让塔城人享受着骨子里的那份清高和满足 也让来这里创业的外地人渐渐地练上这座城 暑假即将过去 卢文庭最近几天很忙碌 在返回东北老家上班前 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卢文庭是辽宁盘金人 丈夫老杜不远万里来到乌苏市开办工厂 夫妻俩从此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好在作为一名学校的音乐老师 卢文庭还有机会在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 到乌苏来看望丈夫 这样两头跑的生活 他一过就是八年 八年双城生活 让卢文庭从一名东北媳妇 变成了半个新疆人 如今他已经养成习惯 每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都要腌上一缸酸菜 这样再过一个月 即使他不在身边 丈夫也能吃到自己的手艺了 第一次吃酸菜 其实是我一个女朋友 有一个周末 她给我送过来 她在家制作好的 做好了给我用了一个盒子 拿过来我才知道 原来因为在东北的时候 酸菜是那种大白菜 腌制成的那种白色的 它是用各种各样的蔬菜 它跟东北是截然不同的 还漂亮还好吃 制作乌苏酸菜鸡的重要原料 酸菜 是用各种实例蔬菜腌制而成 原白菜 紫甘蓝 胡萝卜 姜豆 芹菜 洋葱 只要能找得到的蔬菜 几乎都能被无数人放进缸里 卢文婷的丈夫老杜 每到夏天也很繁忙 除了工厂里的生产 她还要接待不少到乌苏来的客人 近十年的新疆生活 让她已经把乌苏当成了家 忙完了家里的事 文婷换了身衣服 赶到老度的工厂食堂 只要她再乌苏 就经常会让食堂的大师傅休息 自己下厨为工人们做饭 今天丈夫要在这里 接待两位外地来的客户 当地美食酸菜鸡 当然必不可少 乌苏酸菜鸡的做法 与新疆大盘鸡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 乌苏人把大盘鸡里 常用的土豆 辣椒 改成了腌酸菜 大火快炒之下 鸡肉的香嫩和酸菜的爽脆 形成复合口感 让人食欲大开 虽然仍是身处他乡 卢文婷对于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 却都有着主人般的热情 他说 这源于自己在这座城市里 同样感受到了太多 来自同事和朋友的关心 尤其是那一盘酸菜鸡 让他至今难忘 新一天的太阳 照耀着和布克塞尔县和石托洛盖的大地 这里是和风县的南大门 蒙古族老人恰格德尔一家 一直住在这里 恰格德尔曾经在蒙古语学校教汉语 退休后 他开了一间制作传统蒙古族乐器 托布秀尔的工作室 这让恰格德尔的退休生活 丰富了许多 现在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工作室里做琴 恰格德尔从小爱好音乐 在母亲的影响下 自己摸索着 学会了制作托布秀尔的手艺 现在两个儿子也常会来工作室 给父亲帮忙 向父亲学手艺 今天儿子满月 杜古苏想用木头 做一头小路送给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孩子奶奶做的这顿饭 就像爷爷一直坚持的那门手艺 心里最真挚的爱比什么都重要 在距离塔城古城以北18公里的地方 是有着塔城北花园之称的阿希尔达沃尔民族乡 它也是全江唯一的达沃尔民族乡 50岁的德利就是200多年前迁居到此的达沃尔族后裔中的一员 德利是当地制作达沃尔点心和果酱的高手 每年深秋它都要采集各种水果 开始浩大的果酱制作工程 德利的果酱做得好吃 首先取决于它对原料处理的细致 山楂果要仔细清洗浸泡 一颗一颗去掉果盒 这是最繁琐也是最费时的一道工序 各种原料经过清洗切块至浆等工序之后 分别放入糖瓷盆里熬煮 熬果酱的锅要耐酸 用铁锅会影响果酱的口感和色泽 水果煮沸后开始加入白糖 糖和水果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三 也要根据水果的甜度做适当的调整 糖不仅能使果酱浓稠 还是很好的防腐剂 小火慢熬和不停搅拌的方式 有助于果胶的吸出 果胶会影响果酱的口感和存储时间 在达沃尔族的传统文化中 有着原田半年凉的说法 制作果酱正是达沃尔族采集文化发展的象征 除了果酱 他们还酿造果酒 制作点心 酥油 糖 鸡蛋和面粉 是制作饼干的基本原料 德利给这款饼干起名叫 绞肉鸡饼干 他把和好的面塞进绞肉鸡里 直接搅出形状和花纹 然后放入烤箱中烤制 德利现在是阿歇尔村的村附带会主任 因为村子小 平日公务并不繁忙 最近两年 他迷上了养金尊鱼 凭着自己刚刚学会的电脑操作技术 他从网上搜来各种养殖技术 现在那一池子的金尊鱼 也已经活蹦乱跳 初见成果了 女儿甜甜则看上了妈妈的烹调手艺 在当地开启了达沃尔族度假村 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到妈妈处来取各种果酱和点心 带回自己的店里卖 作为新一代达沃尔族人 他吃着妈妈做的点心长大 更希望能让本民族的传统美食 走出达沃尔民族乡 走到更远的地方 时光静静流转 塔城慢慢走进了她的深秋 马兰的公公婆婆 今年结婚整整五十年 到巴赫图口岸看看 一直是马兰的公公 长久以来的愿望 老人早年从甘肃九泉来到新疆 后来与一位俄罗斯族姑娘成了嫁 几乎做了一辈子塔城人 对这片土地有着特别的感情和热爱 马兰在塔城开了家面积不小的餐厅 今天餐厅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为两位老人准备金婚晚宴 晚宴的主食是刀梨面 梨面独特在梨上面 将擀好的一大张面对折两下 然后用刀将面一刀一刀离开 梨出的面又细又长 而女儿女婿正在准备的 则是店里的特色菜 蒸羊拐 因为客人点得多 所以每天都要提前腌制好大量的羊拐 羊拐肉少筋多 烹饪后细腻滑嫩 热量低脂肪少 富含胶原蛋白 把经过24小时腌制的羊拐 整齐地摆放在蒸锅里 还要再蒸制一个半小时 才能驱除 女儿马琴天生聋哑 在马兰精心地指导下 女儿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很多菜肴的做法 这道俄罗斯蒸蛋 是马兰从婆婆那里学来的 如今又传授给了女儿 土豆和羊肉分别切块 过油 加水慢炖 流出一些汤 将饧好的面 扯成很薄的面皮 均匀地刷上舀出的肉汤 小心地折叠起来 改刀成五厘米宽的长方形小段 马兰正在制作的这道绵羊盖背 与新疆很多地方流行的羊肉焖饼子 如出一辙 温至时水不能太多 时间也不宜太长 以免失去面饼 筋韧的口感 洋拐蒸好出锅 这道菜才进行了一半 油锅烧热 放入洋葱炒香 加入大量紫然粉和辣椒粉 把已经蒸酥的羊拐放入锅中 集火快炒迅速出锅 这道蒸羊拐香辣浓郁 极富新疆风味 夏天的来临 给哈蜜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人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必然是品尝一口中外文明的哈蜜瓜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哈蜜 今天请大家品尝的哈蜜瓜 是西州蜜17号 它的含糖度是15% 它的特点是皮薄肉厚 香脆可口 请大家品尝 哈蜜瓜 维吾尔语称之为酷红 亦为甜瓜 其含糖量平均可达15% 味甘如蜜 其香惜人 所有瓜中之王的美称 这是糖度是18成熟 特别甜 这个瓜自然长大的瓜 这个蜜子和麻味 这个里面的糖度 早上六点多钟 巴里坤草原才刚刚苏醒 汉族小伙尼养春就迎着朝阳上山了 巴里坤县 位于东天山脚下 这里四面环山 草原辽阔 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 七八月份大雨过后 天山北坡的草丛中 就会生长出很多蘑菇来 泥阳春每天早上的工作 就是上山采蘑菇 因为这一片 从小就在这片山底下长大了 对蘑菇啊 在哪长啊 还有山上的地形啊 什么都比较熟悉 泥阳春的父母 采了一家农家宴 每天对蘑菇的需求量非常大 常年采蘑菇的经验 让泥阳春对山里的各种蘑菇 都了如指掌 黄色的蘑菇就是 回去做那个什么 野蘑菇炒肉 那种蘑菇 它因为它长得比较糙一点 然后它会炒蘑菇的时候 就水分少一点 然后味道也不会流失 巴里坤的七月 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 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 正在晾晒的野蘑菇 从山上下来 泥阳春一家人就忙着 对采来的蘑菇进行处理 蘑菇表面的泥沙杂物 要轻轻刷掉 然后切成薄片晾晒 草原夏天强烈的紫外线 会很快筛取蘑菇里的水分 而将所有农仙的味道 保留下来 巴里坤县是哈密地区 仪式两县之一 历史上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药道 陕西人马剑 目前在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做讲师 从2005年起 每年夏天 他都会带领15位 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 考古相关专业学生 在巴里坤做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客来以后都喜欢吃 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巴里坤天气比较寒了 接待一些亲朋好友 都喜欢做土火锅 巴里坤火锅是用传统的铜锅 装锅子时 先要将豌豆粉条铺于锅底 然后一层层的码放食材 袈裟 丸子 羊肉 豆腐 蘑菇 蔬菜 品类繁多 排列有序 最后再浇上骨头汤 摊开之后即可食用 在各类火锅大行其道的今天 土火锅依然是巴里坤人餐桌上的惊艳之作 这两天 胡尔曼汉家的桌秀厂有点忙 开斋节就要到了 多数工人都回家过节去了 只剩下两三个姑娘 还在赶制一批客户早就订好的产品 好在胡尔曼汉的女儿哈尼发胡尔曼汉 也从哈密市回来过节 总算可以帮胡尔曼汉两口子减轻些负担 胡尔曼汉从小生活在巴里坤 曾经是名牧羊人 三十岁才开始学习竹锈手艺 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劳 加上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 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室 产品不止在当地很受欢迎 还远销国外 在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也有自己的店铺 中午哈尼发胡尔曼汉放下手里的活 开始帮妈妈做午饭 毕竟是节日 一家人准备好好犒劳一下 还坚持在工作室工作的几位姑娘 羊肉切丁 放入油锅中炒香 除了适量的咸盐 不加任何其他作料 肉炒到七八成熟时 放入小块的奶疙瘩 加水焖住 半小时后 奶疙瘩质地变软 化入汤中 这道奶疙瘩的炒肉鲜香无比 是哈萨克族人家的传统菜肴 户外的考古工作非常辛苦 吃饭也很简单 所以每周 把剑都会找一天带学生们改善伙食 我们同学来自天南海北 都吃过火锅 但是巴里坤的土火锅 是特别特别的有名 对于身手农耕文化浸润的汉族来说 火锅是一道能让大家 浓情相聚的美食 而对于这些年轻的考古学者来说 巴里坤更像是一座宝库 他们在这里实践专业 正名青春 就像品尝着美味的土火锅一般 感受着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 忙过了中午饭点 弥阳春的妈妈才有时间为自己家人准备午饭 野蘑菇干要先放进温水里浸泡 再将当地土鸡切成大块 下入凉水锅中去血水以保证汤色清凉 在开锅后的鸡汤里加入泡好的野蘑菇 姜片 枸杞 继续炖煮40分钟 撒上葱花香菜 一锅美味的野蘑菇炖鸡就做好了 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最最最最怀念的就是我母亲做的饭吧 对 然后特别好吃 不能说是我们这一片 这个小县城吧 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小葱子 或者说就我们这个乡 我妈做的饭都是特别有名的 到我们家来就是做客的客人啊什么 嗯 就是 吃我妈做的饭都会赞不绝口吧 不是自己夸自己的妈妈 真的就是这样的 夏天 十八里昆绿游业的高峰 农家宴的生意很忙 泥杨纯的每一天也都过得忙忙碌碌 在家人面前 他很少谈论自己的想法 但那个青春的梦想 却一秒钟也没有从他年轻的心里离开过 脑海里面永远要留着两个味道 一个就是 汽车上97号汽油的味道 还有一个一定是我妈做的野蘑菇炒肉的味道 这是我身上永远的味道 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巴里昆 气候凉爽 风景宜人 是哈密人经常起来游玩的地方 巴里昆草原也被誉为新疆三大最美草原之一 罗剑琴的巴里昆扒肉 就一托这片美丽的草原 香飘百里 须羊肉前腿和肋骨肉 先在肉上开几道口 放入腌料腌制半个小时 罗家扒肉在巴里昆小有名气 据说除了坚持选用巴里昆地产的羊羔肉外 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根据多年经验 总结出来的腌肉方子 且密不外传 腌好的羊排先过油炸至金黄 这个过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之后长时间的蒸制过程中 肉不会散烂 现在羊排上了蒸锅 63岁的张兰兴打门球已经有些年头了 如今是哈密宫殿公司门球队的队长 这两天他带着自己的队员从哈密市来到巴里昆 参加一年一度的老年门球大赛 上蒸笼蒸过四十分钟之后 罗建勤取出蒸肉的原汁加上淀粉勾芡 在与青红椒等各种配料炒制后 浇在扒肉上 这道巴里昆扒肉就可以上桌了 罗家的巴里昆扒肉早已是小城品牌 必须提前预定 否则无缘得偿 张兰兴的门球队今天比赛成绩并不好 最终没能进入决赛 他专门带队友来吃扒肉 消除一下大家稍些郁闷的心情 到巴里昆来参加比赛 成绩其实不是很重要 赏美景品美时 才是老人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班俊峰和安清喜是一对相识 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他们都是摄影发烧友 而他们的另一样共同爱好 则是关于哈密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亦亦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量刮竿的时候都是有十天左右 或者一个星期 像这样的天气的话 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干了 但是我做的这个菜 尤其它这个瓜干 就是说我们把瓜干 肉的这个枝头上来以后 它不断就有一定的韧性 水风不能完全都没有了 这种感觉下来以后 做出来的瓜干它的韧性 就是弱 软 弱 韧 再加上来它的这个水风 原汁的这个水风不流失了以后 它的甜 糖粉和香味 它就重一些 作为哈密最早的 哈密瓜艳研制者 班俊峰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已经创制和规范了哈密瓜艳 并作为哈密的代表宴席 风靡了整整十年 班俊峰的看家菜 是驼掌蒸瓜干 驼掌去壳 用生姜和料酒反复煮沸 清理干净 踢骨处理后的驼掌放入砂锅 依次加入老母鸡 牛排 葱姜 八角等数十种配料 炖煮十个小时 炖煮软烂的驼掌切片后 与哈密瓜干一起码盘 还要再整十分钟才能出锅 长时间的等待 才能换来这样极致的美味 进入了咸鲜味的哈密瓜干 仍保有脆甜可口的水果口感 驼掌却得益于哈密瓜的清香 完全没有了新山 口感又糯又谈 风味独特 安庆喜的拿手好菜 则是一道自创的瓜汁菊羊排 选的羊肉呢 必须要选我们当地 土生土长的咱们当地的小羊 羊肉比较嫩 肉质比较嫩的羊肉 选这个瓜汁呢 必须选咱们哈密瓜 熟透的 糖度能达到14度以上 哈密瓜肉打成汁 与水 盐 料酒等调料 共同腌制羊排 留个小时后 在腌好的羊排上 刷一层哈密瓜汁 入烤箱烤制 每20分钟取出 刷一遍瓜汁 共刷两次 剩余的哈密瓜汁里 加入冰糖 熬成果酱 烤好的羊排 沾上浓田清口的哈密瓜酱 酸中带甜 酥中带脆 既有西域风味 又有西餐特色 普鲁番 这个为天山山巒 层层环抱的狭窄盆地 在古代 因地势高长 人数昌盛 而得名高昌 在今天 以其酷热的气候 甘甜的葡萄 闻名于世 米吉提家 世代居住在 吐鲁番是 亚尔乡 亚尔村 坎尔井 一直是全村人 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 唯一水源 刚打上来的坎尔井水 冰凉清澈 将羊肉直接放入冷水窝中 一起加热 水开后 放入胡萝卜 继续炖煮四十分钟 米吉提的父亲 阿布利米提 十五岁时 村子经历过一次洪水 洪水冲毁了不少坎尔井 阿布利米提和村里的年轻人 一起疏通 修复了村庄附近的坎尔井 引来纯净的天山雪水 滋润着家园绿洲 用坎尔井水炖煮过的羊肉 原汁原味 清香扑鼻 清凉甘甜的坎尔井水 不仅隔离了夏日的炎热 更是养育土鲁藩人上千年的生命之泉 新疆的南疆和东疆盆地等 本是中国的高粱竹产区 但随了七年来 人们多选择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 高粱产量越来越少 阿里木四处打听 终于在爱丁湖乡 阔西东村 找到了一位种高粱的朋友 他决定多收一些高粱 带回家去 阿里木 今年三十四岁 出身贫寒 十五岁开始虚出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餐厅 日子也渐渐过得红火起来 新鲜的高粱碎 要放在房顶晾 两三天后取下 用棒子敲打 脱去外壳 阿里木把脱完外壳的高粱米收集起来 到门外的坎儿井里洗去尘土和杂质 洗干净的高粱还需继续晾晒两天 带高粱米完全晒干后 才能抹制成粉 家里阿里木的母亲和他的爱人正在制作高粱囊 阿里木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 妈妈一个人拉扯大六个孩子 烤的就是用高粱面做出的各种食物 下午 阿里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回到家里 亲手为妈妈做高粱饭 将高粱面加入凉水和适量盐 顺时针搅拌到没有结块 再把搅好的高粱面糊倒进烧开的水里 边倒边不停地搅拌 搅拌的时间越长越好 用来搭配高粱饭的 是一道鲜美的萝卜羊肉汤 胡萝卜切条后 同羊肉一起炒香 然后加水炖烂 一与老人消化吸收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解饭 高粱饭煮好 配上萝卜羊肉汤 这道流传久远的家常饭 就是一家人最温暖的回忆 在图鲁番盆地东侧 有一座名为善善的小城 这里是离沙漠最近的城市 赫赫有名的库姆塔格沙漠 距城中心只有两公里 善善善人为了守卫家园 拼尽所有力气 把沙山硬生生挡在了家门外 童秀芳和丈夫雷生人 是善善县七克台镇南湖村人 与当地人多烤种植业为生不同 他们一家很早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烤囊生意 善善大面积种植葡萄 葡萄藤变成了当地最易得道 也最经济适用的 善烧后再用水小心地将明火扑面 盖上盖子保持好温度 此刻囊坑里的温度已经达到140摄氏度左右 用囊托把成型的囊坯送入囊坑 贴在已烧热的坑壁上 再将囊坑盖研时 持续烤至40分钟 雷霍 雷声人夫妻俩忙碌的早上 善善人马寿祥也早已经在市场采购了 马寿祥家是善善县制作回族宴席九碗三行子的非一代表性传承人 到他这一带 家里已经有七代人传承做九碗三行子这门记忆了 九碗三行子回族宴席又称作席 一套讲究的九碗三行子宴席 对于原料的新鲜和配料的丰富都有很高的要求 将肉馅捏成丸子 以老汤烫淀粉做出白色雪花 放入丸子滚匀 上融蒸 这是雪花丸子 将鸡蛋或面粉调成糊状 裹在肉丸子外 入油锅炸成金黄 这是黄碗子 也叫喇嘛碗子 林林总总将所有原料依菜谱依依配好 总共要装九大碗 这个九碗三行子从整体来看它横三竖三形成一个九碗 马寿翔整个白天都要忙着备料 才能保证晚上在夜市的经营 为了售卖方便 他把传统的九大碗喝成了一碗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的就是 要保证原汁原味 尽自己最大能力 把回祖人记忆里的味道传扬下去 回到图鲁番 阿波利兹兄弟俩早早就开始忙碌 家有贵客来 兄弟俩心情很好 而此刻 阿波利兹兄弟的客人还正在录音间里忙碌着 帝斯尔斯坎德尔是图鲁番歌舞团副团长 多年来 致力于民族歌舞的挖掘收集和整理录制工作 今天他和同事胡加百提加帕尔 忙完手头的工作 将要前往爱丁湖乡采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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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